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五人月饼馅 说是五人其实是个虚数 八人九人十人都可以 我今天这里有熟杏仁片 熟核桃仁 熟南瓜子 熟芝麻 松子 糖木瓜 还有些蔓越莓和葡萄干 蔓越莓呢酸酸甜甜 放一点点口感不错 待会我要把它切碎一点 糖木瓜也要把它切小块 那买来的月饼里都是用糖冬瓜的 那我找不到 所以用木瓜袋也不错 食材任意放 煮打的多放一点 点缀的就少放一点点 最后呢传统五人馅里面要放一点火腿肉的 而且是要带点肥的 我用的是叉烧肉 你也可以用猪肉脯啊 牛肉干啊什么 把它撕开切碎 放点肉很香的 你也可以选择不用 你可以改良 但是如果要放肉的话 一定要先蒸熟 弄干 切碎 然后呢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个容器里 我们要先骨一个量 我们要先骨一个量 接下来我们放熟面粉 放多放少 你自己定 我是放果仁总量的一半 面粉 面粉 都要给它一个一个打开 拌匀 拌匀 接下来我们放液体 花生油鲜 我一边做一边在凉那 待会写在描述栏里 蜂蜜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配比 我用了一半上下的果仁 然后200克的熟面粉 专业用于叫高粉 然后5个tablespoon的花生油 5个tablespoon的蜂蜜 你们可以在我这个基础上 上下调节 这些都是熟的 你可以尝味道的 先要给它拌匀 不要湿的湿干的干 味道就会不一样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手抓了 那如果你做50克的小月饼 我们就做30克的馅 做100克的呢我们就按60克的馅 捏成这样一个圆球 面粉好你还可以多放 这个面粉加入油以后就是油酥来的 很香的 要稍稍用一点力的 这样才不会散开 才会圆 我今天用这些材料呢 准备了123个60克上下的月饼馅 五人馅完成了 如果大家在包的过程中还有疑问的话 请收我的月饼视频 祝大家中秋快乐 拜拜